嗨 大家好 我是Wendy 今天呢 我們有一個特別的來賓 好 歡迎他進場 是我 我是阿兵 咪咪 鏡頭在那邊 你也來 來這裡 來這裡 他以為有東西吃 果然是主人耶 好乖喔 耶 今天歡迎特別來賓 咪咪 他是你的 他是我的同伴 好可愛喔 他已經9歲了 嫩養回來了 請大家營養代替購買 營養怎樣 營養代替購買 對著鏡頭講 請大家 營養代替購買 那你說他特別的地方是會吃 衛生紙 他非常的喜歡吃衛生紙 然後今天的主題其實跟動物有關 對 跟動物有一些些關係 蠻可愛的 對 要開始了嗎 時間我就交給你了啦 因為不然要天黑了 對 要天黑 對 很實在 快快幫我彈出去 好 今天要跟大家講的 兩分鐘的故事呢 非常的可愛 因為裡面會有寵物 那這個故事是 我在秘魯北部發生的 就是因為那時候 那個城市發生了土石流 所以我就被困在那個城市裡 然後 每天呢 每天早上 我就是會在我住的地方的Hostel下面 因為他們有兩隻很可愛很可愛的狗狗跟貓貓 他們好像很像兄妹 然後每天去樓下的時候經過都會跟他們玩 然後呢 那隻貓非常非常的小 就跟這隻手機一樣差不多大而已 然後那時候呢 你就可以看到這張照片 那隻貓每天都會去抓牠狗哥哥的鼻子 而且他們兩個睡覺的時候呢 都跟這張照片一樣 就兩個人會長一模模一樣樣的姿勢 非常的可愛 然後呢 每次經過那邊之後呢 我就會去一個體育場 然後 因為太無聊了 每天都在那邊閃閃 然後就是會去體育場 跟當地的人玩 排球 然後某一天我們就一起在那邊玩爆速球 玩那個水果爆速球 就是什麼 跑上去然後就講 BANANA 然後就要接BANANA 就是很有趣 然後在那邊的體育場呢 就遇到了這個小妹妹 小妹妹呢 非常可愛 但她那時候她對我也非常的好奇 然後她就是常常很想要跟我聊天 但她每次都要用西班牙 非常快速的講一大堆 然後我都會跟妹妹說 嗯 我都會跟她搖搖頭 然後說 我 我不清楚她在講什麼 然後呢 她就會很可愛很可愛 她就會一直重複她想要告訴我的 但她只是放慢速度 她都不知道 即便她就是放慢速度 我還是聽不懂 然後呢 之後呢 後來我們就在那邊玩 玩那個 玩丟球啊 然後後來我才發現 妹妹每天都會去體育場 等她的小男朋友 就是照片弄的這一位 那時候還覺得天啊 真的是太幸福了 這兩 兩小五彩 然後妹妹就會跟那個弟弟一起幫我拍照 然後還會邀請其他的朋友一起加入我們 非常的可愛喔 時間又到了 更多故事 就請到粉絲夜或部落格來收看囉 耶 想要問妳一個問題 好 又想不出來 好沒有我剛才要想的問題是說 妳為什麼想要講這個故事 這一次為什麼想要講這個故事 對我剛才也在想說這個故事到底要是 哈哈哈哈 是不是 好像不有一個連貫性 對啊為什麼這樣 只是想要跟大家講說 我被土石流困在那裡的日常生活 是不是有問到精髓 哈哈哈哈 我問這節目沒有人要看 只能用前面的貓狗來騙一下 對對對 用那種貓狗可愛的 沒有啊 其實要跟大家講說 就是 即便呢就是語言不通或幹嘛的 其實都沒有關係 嗯 因為我覺得去一個城市旅行啊 就是 你會發現一些生活中 很平常很無聊的事 但那些都會留下來 變成一些回事 嗯 因為你沒有一定要跑景點或幹嘛 我覺得 而且大家常常會說 欸你去那麼久都不會累嗎 我覺得沒有 就是因為我把這些 當作很日常的生活 嗯 結果你看就是 比如說 樓下的貓狗到之後 面每天都會去找牠玩嘛 然後無聊的時候 就會去體育場走一走 喔 就很像就是 已經就是生活在那邊了 生活在那邊 對耶 這樣超棒的 但是感覺其實好像延遲 有有有 剛剛 剛剛這個答案我就喜歡多了 我也不知道我要講那個幹嘛 哈哈 超好笑 哈哈 哈哈